就打架而言 鲁智深是仗义型正义派打法 他总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出现 在仇恨难消的时候他来消 在冤屈难解的时候他来解 所以他打架必是痛快淋漓 场面血腥 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解恨消冤 他的兵器是禅杖 禅家的守仗就是解脱的法门 超度那些作恶多端的 解救那些苦难深重的 凌冲是技术型实力派打法 除了在大军草料厂山神庙前 连杀陆鱼侯复安和拆拨那一役 由于积压太久太深 凌冲杀人时显得凶残 其他时候 比如棒打红教统 活捉仪仗轻 以及后来多次的沙场征战 两军对垒 他显示的都是武艺的高超 和实力的深厚 他赢别人 是赢在技术上 他是一个职业军人 用自己的武艺为梁山服务 后来又为朝廷服务 李逵是效益型无赖派打法 他只要杀得快杀得多 贪多物得戏大不捐 杀得兴起时 不管眼前是谁 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 是好人坏人 一并砍了 越多越好 所以 他的兵器 都是板斧 板斧 是所有兵器中 造型上 最缺乏艺术元素的 正如李逵 自己 是梁山好汉中 最无艺术细胞的 而且 为了更有效率 是两把板斧 武松呢 他又不同 他是炫耀型 潇洒派打法 无论打前 打中 打后 他都有极强的表演欲 他一定要有观众 至少 他想象中有观众 观众能激发他的灵感 让他兴奋 面对观众 他往往激情四射 特别有想象力 从而 打得特别有创意 有看透 所以 我们也可以称他是 激情型的演技派 李逵杀的人数量 远远超过武松 但是 我们对李逵的杀人 没有什么印象 而武松杀人 却让读者回味无穷 武松杀一虎 我们耳熟能详 李逵杀四虎 我们懵懵懂懂 为什么 因为武松打人也好 杀虎也好 好看 正当武松催促施恩 马上出发去打蒋门神时 施恩的父亲 老管营在屏风后转了出来 他请武松到后堂 摆上酒宴 亲自与武松拔斩 口口口声声 称武松为义士 并提议武松和施恩 结拜为兄弟 武松答道 小人有何才学 如何感受小管营之力 网字折了武松的草料 此前武松 已经和两个人 结拜为兄弟 一是宋江 一是张青 且结拜宋江 还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宋江是何等人物 和宋江比 施恩是什么东西 结拜宋江 武松倒感 结拜施恩 武松反而不敢了 为什么 因为施恩是所谓的小管营 他老子是老管营 叫这么一点芝麻力大的小官 也足以让他自残行贿 当下饮过酒 施恩那头便败了四败 武松连忙打理 结为兄弟 当日武松欢喜饮酒 吃得大醉 那么第二天 武松会为这个新结交的兄弟 出头吗 哭而有形 大师即将出场 武松要把戏作足 做到极致 做成经典 做成人们茶余饭后 津津乐道的笑料与谈资 而他 则是这传扬不衰的故事里 光芒万丈的处决 四日 施恩来见武松 说道 今日且未可去 小弟已使人探知 这司不在家里 明日饭后 却请兄长去 武松道 明日趋势不打紧 今日又弃我一日 当初鲁志申 也是为了第二天 才能打正关西 弃了一日 连晚饭也不吃 虽两者 很多相似 却又有不同 不同在哪里 鲁志申 是义愤 其愤怒 是单纯出于道义 武松是气愤 其愤怒 更多的是出于义气 义愤和气愤 一字之差 义是出于义 义是出于气 义是大义 大义所在 君父可以不从 所以大义可以灭亲 义是小义 小义所使 是非往往不顾 所以小气可以隐身 但后来武松了解到 其实是因为老管营 和小管营 怕武松昨日伤酒 气不完 才故意退到明天 并且 为了让他明天有力气 去打蒋门神 今天就严格控制他喝酒了 武松觉得 施恩父子 严重低估了他的能力 自己被严重看扁了 这就严重伤害了 他的自尊心 当夜 武松巴不得天明 这时候 他的焦急 不是因为急着 要去打蒋门神了 而是急着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很棒 很能干 喝很多酒 并不影响他的实力 他是玩着玩着 就可以把蒋门神打趴下的 早起来 吃了茶饭吧 施恩便道 后曹摇马 未来骑去 武松又道 我又不娇小 骑那马怎么的 只要依我一件事 什么事呢 武松道 我和你出的城去 只要还我 无三不过旺 什么是 无三不过旺呢 武松笑道 我说与你 你要打蒋门神时 出的城去 但遇着一个酒店 便请我吃三碗酒 若无三碗时 便不过旺子去 这个换作 无三不过旺 从三碗不过旺 到无三不过旺 武松也挺能模仿和改造 他之所以要这样别出心裁 说白了 就只要证明自己 给施恩父子看 同时也给江湖上的好汉们看 我不但能喝酒 我还能打人 而且我还能再喝大量酒后杂人 那就在家里 弄他一缸酒 闷头大喝一桶再上路 如何 那太不合吴二哥的口味了 他要一种形式 一种激情洋溢的形式 一种让别人觉得他帅呆了 酷毙了的形式 让他充分展示他的激情 展示他的魅力 展示他的个性 是的 他特别重视形式 他特别喜欢耍酷 他上次打虎 在景阳岗上没有观众 他一定非常遗憾 后来杀嫂 他把众邻居都圈在现场 说是要让他们做个证件 其实也有强拉观众的意味 那次因为有了观众 他就演得特别有型 但在那两次 一次有生死之鱼 一次有杀凶之仇 所以还不能自由表演 这一次 在他看来 既无生死之鱼 又无切身之害 完全近乎演戏 所以他一定要把戏作足 把每个细节都做完美 他要把这次行动 做成经典 做成人们茶余饭后 津津乐道 传扬不衰的永远的故事 而他则是这故事里 光芒万丈的主角 而后来的事实是 三碗不过刚 和无三不过旺 果真就成了武松的品牌 和招牌 想起武松 就会想起这两个三 想起他的潇洒 想起他的风度 他的英雄风流 真是几百年来 流风于运不息呀 那么施恩会答应他吗 打醉之后 他还能打架吗 面对门神一样的相扑高手 武松有必胜的把握吗 潇洒之人 必有自私之处 武松要去打奖门神 他提出的一个要求是 无三不过旺 也就是说 从孟州城出发到快活林 路途之中 但凡碰到酒店 必须喝三碗酒 施恩听了 道 这快活林离东门去 有十四五里田地 算来 卖酒这人家 也有十二三家 若要每户吃三碗时 有三十五六碗酒 才到的那里 恐哥哥醉了 如何使得 可是武松不这样看 他说 你怕我醉了没本事 我却是没酒没本事 待一分酒 便有一分本事 五分酒 五分本事 我若吃了十分酒 这气力 不知从何而来 他还举例说明 当初打死老虎 就着靠着 十八碗的酒精 他总结道 我须烂醉了 好下手 又有力 又有势 施恩无法 只好叫两个仆人 自将了家里好酒 国品摇转 去前路等候 施恩和武松 两个出的 孟州东门外来 行过的三五百步 只见官道旁边 早望见一座九四望子 挑出在眼前 那两个挑食蛋的仆人 已先在那里等候 施恩 邀武松到里面 坐下 仆人已先 安下摇转 将酒来筛 武松道 不要小盏吃 大碗筛来 只蒸三碗 仆人排下大碗 将酒变蒸 武松也不谦让 连吃了三碗 变起身 又行不得一里多路 来到一处 不存不过 却早又忘见一个酒情 高挑出在树林里 两个入来坐下 仆人排了九碗国品 武松连又吃了三碗 便起身走 仆人急急收了家伙食物 赶前去了 两个出的店门来 又行不到一二里 路上又建个酒店 武松入来 又吃了三碗便走 你看他 每个酒店必吃三碗 一碗不得少 潇洒 三碗连吃 毫不废话 一丝不啰嗦 潇洒 三碗既吃 起身便走 一刻不耽误 潇洒 只哭了两个仆人 既要等他吃完起身 才能赶紧收拾 又要赶紧赶到他前面 在前面酒店 再摆好九碗国品等他 武松百谱 他们摆酒 那真叫狼狈 事事大抵如此 有一潇洒人 必有众多不能潇洒的人 一个单位 有一个潇洒的员工 必有至少一个以上 不潇洒的勤勉忠厚的员工 为他承担 为他擦壁骨 一个家庭 有一个潇洒的老公 必有一个不潇洒的辛苦的老婆 凡之亦然 有一个潇洒的儿子 必有一双俯首干为如此牛的父母 苦死苦活 做兄弟也一样 在刘邦家里 刘老三潇洒 刘老二就不潇洒 在陈平家里 陈老二潇洒 陈老大就不潇洒 这是史记中 记到的 秦汉之记的故事 水浒中也有 武松家里 武二潇洒 武大就不潇洒 李逵家里 李二潇洒 李大就不潇洒 岂止不潇洒呀 还要为他们持官司 武松此刻 没有这两个仆人的 狼狈万分 辛苦万壮 一点也不潇洒的白酒 他哪里能潇洒的白谱呢 所以 潇洒之人 必有自私之处 就这样 岳摩也吃过十来处酒肆 石恩看武松时 不识分嘴 快活林快到了 武松道 即使到了 你在别处等我 我自去寻他 石恩道 这话最好 小弟自有安身去处 望兄长在意 切不可轻敌 石恩说 这话最好 一句话透露出 石恩的怕 透露出 蒋门神的可怕 还让我们揣摩出 信心 蒋门神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实际上 不是蒋门神的武艺太高 而是他自己的武艺太低 可惜 这一点他不知道 同样 不是蒋门神的武艺太低 而是武松的武艺太高 可惜 这一点他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 一场恶战就在前面 他还知道 蒋门神不是纸老虎 是真能吃人的 但问题是 武松不管你是纸老虎还是真老虎 你是真老虎 真老虎一样打 又不是没打过 古人有一句名言 是 真明是 紫风流 对于武松来说 是真英雄 紫微风 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 再吃过十来碗酒 酒却涌上来 武松把布山弹开 虽然带着五七分酒 却装着十分醉 前颠后颜 东倒西歪 来到林子前 仆人用手指道 指前钉子路口 便是蒋门神九天 武松道 即使到了 你自去躲得圆着 等我打倒了 你们却来 武松也算是善解人意 刚才主动让石恩走 现在又让仆人走 他知道 这不是打群架 这是一对一的单挑 一场大战即将展开 武松擅长迂回 找茬也有声有色 武松抢过林子背后 只见一个金刚来大汉 披着一领白布山 撒开一把椒椅 拿着营符子 坐在绿槐树下呈阳 武松夹醉扬颠 斜着眼看了一看 心中自存道 这个大汉一定是蒋门神了 那就打吧 不行 如果二话不说 上去就打 那就不是武松 是李逵了 武松怎么样呢 武松却从蒋门神面前 直接过去了 不打 奇怪 那么急着要打 急着碰面了 却又不打了 他看到了 钉子路口上的大酒店 眼前立着旺杆 上面挂着一个酒旺子 写着四个大字 道 和阳风域 放过蒋门神之后 却让我们看到 一个特别有诗意的酒旺子 和阳风域 和阳是孟州的古名 风月呢 既是清风明月 又是风花雪月 既有精神世界的高超 又有世俗生活的享乐 这不是要武松来打架吗 怎么一眨眼 你死我活 何时变成了诗情画意了呢 水浒作者 真是高手啊 还有一副对联 用金子写在两边 削金旗上 嘴里乾坤大 湖中日月长 一丝超脱 一丝颓废 一双看穿世俗名利的冷眼 一副不屑一顾的面孔 这样的诗意与境界 与诗恩 与武松 与蒋门神 与他们之间的计较争斗 毫不相配 但却相反相成 大战之前 偏让我们如此放松一把 水浒的作者 写水浒时 何等放松 何等自由 何等自在 武松看那酒店 里面一字摆着三支大酒缸 半截埋在地里 缸里面各有大半缸酒 正中间是柜台 里面坐着一个年纪小的妇人 正是蒋门神 初来孟州新娶的妾 放过蒋门神 却初来蒋门神的小老婆 而且是蒋门神 初来孟州时新娶的 这哪里是蒋门神 好色娶妾啊 这分明是作者的神来之笔 这不是蒋门神的色 是作者书中的色 是文章到此需要这一色 所以 这不是写蒋门神好色 而是因为作者好色 情节发展 需要有这一色人物 有了这一色人物 夏文就格外活色生香 有声有色 这是作者 对文章的着色 对文章的润色 而经过这样的着色润色 作品果然大大增色 吴松看了 瞅着醉眼 竟奔入酒店里来 便去跪身 相对一副座头上坐了 把双手按着桌子上 不转眼看的妇人 在十字坡戏弄孙儿娘时 我们就发现 武松特别善于调戏妇女 现在 你看他调戏蒋门神的女人 何等皮厚而老道 实际上 他的这种功夫 乃是家传 教会他的 就是他的嫂子 潘金莲 潘金莲的好处 是他教会了武松如何调情 潘金莲的不好处 是他让武松 从那以后不尊重女人 武松皮厚 反而弄得那妇人不好意思 瞧见武松不怀好意 色眯眯的眼神 一直看着她 她只好回转头看别处 古代有一个词叫牧城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男女之间 本来没有什么关系 就这么眉来眼去 秋波平传 成了 但是 如果你的眉来 她的眼不去 那就不成 武松一直不转眼 看那妇人 可是那妇人不看她 不成 武松一记不成 再生一记 敲着桌子 叫道 卖酒的主人家在哪里 一个当值酒宝赶紧跑过来 客人 要打多少酒 武松道 打两脚酒 先把些来尝看 没见过这样 小气难缠的顾客 实际上 这是武松 色上找茬不成 就在酒上找茬 那酒宝去柜上 叫那妇人摇两脚酒下来 武松拿起来 闻一闻 摇着头道 不好 不好 换将来 酒宝见她醉了 将来跪上 道 娘子 胡乱换血于她 那妇人接来 清了那酒 又咬些上等酒下来 武松提起来 扎一扎 道 这酒也不好 快换来 便饶你 酒宝人气吞声 拿了酒 去柜边道 娘子 胡乱再换些好的与她 修和她一般见识 这客人醉了 只要寻闹相思 便换些上好的与她吧 那妇人又咬了一等上色的好酒鱼酒宝 酒宝又烫一碗过来 看来 蒋门神聘用的酒宝 还真是好酒宝 蒋门神娶来的小老婆 也还真的是一个好女人 开酒店 就得找这样的服务员 找老婆 更要找这样的不野蛮女友 他们都有足够大的耐心 足够好的脾气 好到武松都不好意思再胡闹下去 武松吃了刀 这酒略有些意思 色上寻闹不成 酒上来 酒上又不成 如何来 不用担心 武松有的是办法 他问道 郭麦 你那主人家信什么 酒宝道 姓蒋 武松道 却如何不姓李 武松真是个天才 几曾见过这样出奇智商的闹法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无厘头 武松是喜剧大师 实际上 武松今天能有如此超水平的发挥 原因在于他今天彻底放松了 他今天太自信了 他今天太兴奋了 于是他的才华 艺术才华 喜剧才华 一起爆发出来 从作品的文学性上说 他打蒋门神之前 已经打过一个西门庆 管他是蒋门还是西门 总之也就是一个打架门 如果再把重点放到武松和蒋门神的直接对抗中 就不免重复 至少不能让武松展示更多的内在魅力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 作者让武松建了蒋门神 却又暂时把他放在一边 让武松直接去酒店寻闹找茬 是要我们看看 武松还有更多的天赋 我们以前知道 武松会打架 武松会骂人 武松会调戏妇女 现在我们又看到了 他还会寻衅滋事 而调戏妇女的水平更是一流 要闹事 有失也不易 做流氓也要有专长 武松这样几次三番寻人家的不是 甚至怪人家姓错了姓 人家还是人了 武松步步紧逼 人家步步退让 武松处处找茬 但人家偏不接你的茬 我们看 要闹事 有时候也不容易 做流氓也要有专长 武松有这样的专长吗 有 绝对有 他还有一个绝招 一旦使出来 不愁你不接茬 武松又道 国脉 叫你归上那妇人下来 想伴我吃酒 武松今天是铁了心 要摆出一副 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假使了 这种语言 鲁智深说不出 林冲说不出 李逵也说不出 鲁智深说不出 是天性中的高贵 使他无法这样贬低自己 林冲说不出 是家庭的教养 使他不能这样遭见自己 李逵说不出 是他根本不懂男女风情 武松生长世景 早失双亲 在贫民窟长大 虽然他自己本性淳朴 但是耳濡目染 世景流氓的言行举止 他都耳熟能详 所以 说起世景流氓的腔调来 声口必笑 装起世景流氓来 也是有模有样 唯妙唯笑 更何况 他还经过他嫂子的培训 之前他的嫂子潘金莲 就陪他吃过酒 他在这方面的专长 此前在孙二娘店里 调戏孙二娘时 我们已经见识过了 今天 他再一次 让我们开了眼界 九宝贺道 小虎说 这是主人家娘子 武松道 便是主人家娘子 带怎的 想帮我吃酒也不打紧 那妇人大怒 便骂道 杀财 该死的贼 九宝一直忍到现在 现在 却不能不喝止他 不喝 他何以自处 妇人一直忍到现在 这时 却不能不骂了 不骂他成了啥了 但一骂他就上了武松的当了 为什么流氓在市井几乎百战百胜 因为流氓没有底线 当他把自己降到底线以下 无所不用其极 你只能有两种选择 第一 你置之不理 那你将被他遭见得体无完肤 毫无尊严 第二 你与他理论 那你将与他纠缠在底线之下 毫无体面 现在 武松就装成流氓的样子 逼得蒋门神的小老婆 破口大骂 鲁智深总是救女人 武松总是打女人 武松早就等着这一声 便把那桶酒指一泼 泼在地上 抢入柜身子里 一手接住那妇人腰胯 一手揪住云记 隔柜身子提将出来 往浑酒缸里指一丢 噗通一声响 可怜这妇人 被直丢在大酒缸里 鲁智深次次救的都是女人 或和女人有关的人 从金翠莲到刘小姐 武松次次打的都有女人 从嫂子潘金莲到孙二娘 到蒋门神小老婆 下面还有更多的女人 即将被他腊手催花 我看水浮和金圣探正相反 金圣探觉得武松是天人 108人中排第一 我呢 是横竖觉得武松不及鲁智深 一直不知道二人到底相差在哪里 现在明白了 鲁智深总是搭酒女人 武松总是欺负女人 几个酒宝都抢来奔武松 武松手道 轻轻地提一个过来 再往大酒缸里只一丢 装在里面 又一个酒宝奔来 提着头只一掠 又丢在酒缸里 三个酒缸丢进三个人 一个萝卜一个坑 再有两个奔来的酒宝 没缸了 只好一拳一脚打倒在地上 三个在酒缸里挣扎不起 两个在地上滚爬不动 乖得走了一个 他不是跑了 是去通报蒋门神了 真正的主角将要出场了 武松道 那死必然去报蒋门神来 我就接江去 大路上打倒他 好看 叫众人笑一笑 你看到现在 他还想着观众 想着好看 武松赶将出来 蒋门神钻将过来 确好迎上 正在大阔路上撞见 武松一招玉环布鸳鸯角 打得蒋门神在地上求饶 武松很傻很天真 武松很黑很暴力 但是不得不承认 他也确实很棒很能干 这时 武松的自我感觉好到了极点 他逼着蒋门神 答应了三件事 才把他从地上提起来 这三件事是 第一件 离了快活林 将一应加货事物 随即交还原主 金眼镖施恩 第二件 去央请快活林 围头围脑的英雄豪杰 都来与施恩陪话 第三件 连夜回乡去 不许在梦周住 正说之间 只见施恩带领着 三二十个汉勇军舰 要来相帮 蒋门神 请他们一同去店里坐地 镇上十数个回头的豪杰 都来店里 替蒋门神与施恩陪话 尽把好酒开了 有的是按酒 都摆立了 请众人坐地 个人面前放之大碗 搅把酒只顾筛来 武松叫施恩 在蒋门神上手坐定 这句话很有意思 一则写出了施恩 怕蒋门神 二则又写出了 蒋门神怕武松 三则还写出了 武松死时 遗址气使的傲慢和自大 事实上 叫来镇上十数个 头面人物 固然算是为 蒋门神施恩 公开交接快活林 办个仪式 更重要的是 是武松为自己搭建了一个表演的舞台 这是他在孟州 在快活林的隆重出场 今天他是绝对的 唯一的主角 下面他会如何表演呢 武松是个两面人 既是大人 英雄 豪杰 好汉 也时常会露出他的小样 有些谄媚 有些讨好 有些巴结 有些奴言 上次讲道 武松脚踢蒋门神 然后逼他请来快活林里 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来向他食恩陪化 并办理交接事务 蒋门神无奈 只得照办 请来众位豪杰 一同到酒店里坐地 酒肉伺候 酒至数晚 武松开话道 众位高林都在这里 我武松自从阳谷县杀了人 配在这里 便听的人说道 快活林这座酒店 原是小尸馆营造的乌鱼等项买卖 被这蒋门神 一世豪强 公然夺了 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饭 你众人 修财道 是我的主人 我和他并无干涉 我从来 只要打天下这等 不明道德的人 我若路见不平 真乃拔刀相处 我便死也不怕 今日 我本带把蒋家这丝 一顿拳脚打死 就除了遗害 我看你 众高临面上 全记下这四一条性命 我今晚便要他逃外府去 若不离了此间 我再撞见时 景阳刚上大虫便是模样 这一段话 听起来总觉得特别有味道 细细揣摩 大概有以下几点有意思的东西 第一 武松开口就说他在阳谷县杀人的事 闭口又说景阳刚打虎一事 这一段话 以杀扫开场 以杀虎收场 都是要亮出自己的身份 显示自己的光荣履历 第二 他向众人表明 他打蒋门神 并不是因为他与施恩有什么关系 而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是出于大意 而不是出于私情 但是他这样的说法 就有点不打自招 又是欲盖弥彰了 实际上 武松一定是自己也觉得 这次出手有点实处无名 很怕别人说他党同伐异 为人当打手 影响他的形象 黯淡他的光彩 所以他必须为自己辩解 这种辩解既是向众人辩解 也是向施恩说明 更是对自己交代 一句话 有点欺人 肩带自欺 欺人是为了赌他人之口 自欺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 第三 我们要注意 这段话 几乎每句话的主语 都是我字 我怎样 我怎样 我要怎样 我是怎样 简直是平治天下 舍我其谁 云云众生 我为主宰 整段话 充满一种支配他人的快感 暴力 是权力的极端形式 武松通过暴力 武松通过暴力实现了自己的权利 对蒋门神 对整个快活林的权利 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宣布他武松对快活林的统治 延众生一点说 梁山就是一种体制外的权利 或者说是一些人权利于在体制外的体现 梁山的建立就是在体制外再见权利体系 实现一些人的权利于 武松有着辟逆天下英雄的气度 这种骨子里的自信自尊自负自大 它是要实时表现出来的 这番句句开头都带我字的话 可以简单地表述为 我来了 我要了 我拥有 对这样一位拥有绝对暴力的新的统治者 众豪杰点头称是 纷纷为蒋门神向施恩培不是 蒋门神呢 更是羞愧万分 满面通红 连夜准备车子 带上那个脾气好的小老婆投外府去了 自此以后 施恩重整店面 开张九四 施恩要把前面失去的这些财富补回来 买卖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 也就是说 各家店所受到的盘剥更厉害了 而且 各店家并各赌方 对方 加力背诵闲钱 来与施恩 从这些店家的角度看 武松到底做了一件怎样的事呢 只有一点是确定的 那就是 施恩是最大的赢家 而施恩 得武松 争了这口气 也把武松 死爹娘一般敬重 施恩 施恩和武松在店里闲坐说话 孟州首遇兵马都监 张蒙方 拆人来请武松 武松 小人 小人当以直鞭随凳 服饰恩 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武松的大人小样 是的 武松是个大人 是个英雄 是个豪杰 是个好汉 但是 他经常会露出他的小样 有些谄媚 有些讨好 有些巴结 有些奴言 有些魅骨 说得好听一点 他吃软 不吃硬 知道感恩戴德 说得难听一些 一遇到权势 一遇到权势 给他一点颜色 他马上感激涕灵 恨不能肝脑涂地一爆 杨谷县支县的一点赏识 抬举他做个都头 他就对支县 感激涕灵 为支县送贪汇之物 上东京打点 尽心尽职 石恩父子几顿酒饭 几句抬举的话 更让他马上摆练钢 化为绕纸柔 感心做人家的打手 现在 张都监让他到帐下 做一个亲随 说白了 就是一个保镖 他竟然感激地 一口一声自称小人 一口一声 自认囚徒 马上表白赤胆忠心 要为他直边随凳 安前马后的伺候 无论你是多么大的英雄 只要你无有官职 无论你碰到多么小的 芝麻力大的官 你马上就泄气了 马上就吃瘪了 英雄马上就成了狗熊 武松能打虎 能赤手空拳打虎的人 是人中之俊杰了吧 可是 一碰到体制里的小小的支线 一个小小的监狱长 一个都监 他几乎立地矮了三尺 五二矮成了五大 成了精神上的五大狼 人阁上的三寸钉 古树皮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 磕正猛于虎 从此 武松就在张都监家素歇 早晚都监相公 不住地唤武松 进后堂 于酒于食 帮他穿房入户 把做亲人一般看待 有家采访 于武松 彻里彻外做秋衣 衣食柱都关心到了 因为张都监见爱 也开始有人走他的门路 张都监还真给武松面子 凡是武松对都监相公 请求之事 无有不一 武松成了大家公认的 张都监的红人 于是 外人开始巴结他 拒松些金银 财帛 断皮等件 武松买个柳腾箱子 把这送的东西 都锁在里面 他又可以 在体质里面 分一杯羹了 这个柳腾箱子 是武松平生第一间家具 他开始 慢慢积聚 自己的家产 就差一个娘子啊 小人常常得志 小人少有福气 时光迅速 却早又是八月中秋 张都监竟然让武松 如家人一般 参加他的中秋家宴 喝到兴起初 张都监叫道 大丈夫饮酒 何用小杯 便叫 取大中针酒 连珠健 劝了武松几重 武松吃得半醉 忘了礼数 只顾痛饮 张都监 叫唤一个心爱的养娘 叫做玉兰 出来唱曲 张都监对玉兰道 这里别无外人 只有我心腹之人 武都头在此 你可唱个中秋对月 时景的曲 叫我们听这个 玉兰唱一支 东坡学士 中秋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八九问晴天 不知天上公雀 今夕是何年 武松此刻 真的是不知 今夕何夕 更不知 今夕所面对者 是何人了 实际上 作者安排玉兰 在这样的特定场合下 唱一曲 东坡的水调歌头 中秋词 并非应景之作 这首词 乃是苏东坡 在中秋夜 想念他的弟弟 苏哲之作 最后两句 就是希望他和弟弟 苏哲二人 虽不能长相聚 而是长相离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这是写中秋的名作 也是写兄弟之行的名作 可惜的是 武松和他的兄长武大 已经阴阳相隔了 作者不露声色地写出了人物内心的深哀剧痛 点出一片欢乐繁华背后的忧伤感怀 更激起了读者对武松身世的无限同情 唱吧 张都坚又让玉兰敬了武松一杯酒 张都坚指着玉兰对武松说 此女颇有些聪明 不为善之音律 且亦极能真指 如你不嫌低微 数日之间择了粮食 将来与你做个妻室 娘子也要有了 武松感激替灵 起身再拜 道 两小人何者之人 曾敢望恩相宅卷为妻 望自折武松的草料 这话我们怎么这么耳熟 是啦 当初诗人的父亲 要诗人结拜武松为兄 武松也诚惶诚恐 说 王子折武松的草料 现在 张都坚要把自家的养娘嫁给武松 武松又说 王子折武松的草料 什么英雄 在这些官话面前 不过是草料 但凭心而论 张都坚一直到现在 表现确实非常值得尊敬 他对武松也确实很好 不仅关心他的生活 而且非常尊重武松 这非常难得 张都坚还操心到武松的婚事 这对于早时双亲 不久前又失去唯一亲人大哥的武松来说 确实非常令人感动 而且看张都坚在今晚的表现 他是一个非常豪爽而有性情的人 人生得意知己足矣 从武松这一面看 张都坚如果真的如此尊重和关心他 他为张都坚干闹涂地 也无可厚非 良秦择目而期 贤才择主而逝 人家真心对我 我亦赤诚相报 不亦亦胡 另一方面 从张都坚这面看 他这样对待武松 得到武松的赤胆忠心 你也是一个上家的结果 像武松这样一流的人才 其实随便可以招聘得到的 只能是靠运气 现在几乎是天赐 把一个放在全国范围内 都是一流的高手送到他的身边 从他的公职而言 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就得到了一个一流的战将 从他的私人角度而言 这样的人做他的私人保镖 对武松而言 当然是取材 对国家而言 当然是浪费 对他而言 岂不是大大的奢侈 司马迁曾经感慨万端地说 释放其微苦之食 以得而 意思是说 当一个人落难的时候 很容易就可以结交到他 因为这样的时候 他最需要关心 最需要尊重 并且要求的不多不高 一点点的关照和恩惠 就可以获得他的感激 从而获得他的友谊 获得他的忠诚 如果张都坚在这样的时候 通过关心和尊重 获得武松这样的一流高手的中心 岂不是他最成功的买卖 可惜的是 他没有这样的福气 因为他没有这样的境界 我们说 小人确实常常得志 但是小人永远不会得到福气 当夜三更时分 武松正要脱衣去睡 只听到后堂里一片声叫起 有贼来 武松提了一条哨棒 竟抢入后堂里来 只见那个唱曲的玉兰 慌慌张张走出来指道 一个贼奔入后花园里去了 武松只赶入花园里去巡视 一周遭不见 傅反身却奔出来 捕铁房 黑影里撇出一条板凳 把武松一下半翻 走出七八个君汉 叫一声 捉贼 就低下 把武松一条马锁绑了 武松急叫道 是我 君汉哪里容他分收 他哪里又知道 捆的就是你 拿的就是你 这时 只见堂里灯竹银黄 张都尖坐在厅上 一片声叫道 拿将来 众军汉把武松 一步一棍打到厅前 武松叫道 我不是贼 是武松 还在梦中 张都尖已经等在那儿 并且等的就是你 张都尖看了大怒 变了面皮 喝骂道 你这个贼配君 本是贼眉贼眼 贼心贼干的人 我倒抬去你一力成人 不曾亏负了你半点 却才教你一处吃酒 同席坐地 我指望 要抬去与你个官 你如何去做这等勾当 前面说到武松 张都尖一口一声 大丈夫男子汉英雄 现在 却是一连串的 贼眉贼眼 贼心贼干 贼配君 小人的脸啊 就是六月的天 说变就变 不过 直到此时 武松还不知道 这是对方蓄意的阴谋陷害 还以为 这仅仅是一场误会 小人常常用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而武松这样的直性直心的君子 哪里能想到 世上还有这等下流人 还有这等下流手段 武松大叫道 相公 非干我事 我来捉贼 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贼 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 不做这般的事 张都尖喝道 你这死休赖 且把他押去他房里 搜看有脏物 众君汉把武松压着 进到他房里 打开他那柳藤箱子看时 上面都是些衣服 下面赫然就是些饮酒器皿 约有一二百两脏物 武松见了 目瞪口呆 只得叫去 众君汉把箱子抬出厅前 张都尖看了 大骂道 贼配君如此无力 藏物正在你箱子里搜出来 如何赖得过 常言道 众生好度 人难度 原来你这死外貌相人 倒有这等勤心受干 妙 妙在这番骂武松的话 正是张都尖自己的活血针 用张都尖自己的口 骂自己 这是水浒作者的高明之初 武松大叫冤屈 哪里肯容他分说 众君汉扛了赃物 将武松送到机密房里收管了 张都尖连夜使人去对知府说了 雅思 孔木 上下都使了钱 此日天明 知府坐厅 左右击步观察 把武松压制当厅 赃物都扛在厅上 知府贺令左右 把武松一锁捆翻 老子结局将一束问世预句放在面前 武松 武松却待开口分说 知府贺道 这司原是远流配军 如何不做贼 一定是一时剪裁起义 既是赃政明白 就听这司胡说 只顾与我加力打 那老子狱卒拿起劈头竹片 雨点般打下来 君汉抓武松时 君汉不容武松分收 张都监骂武松时 张都监不容武松分收 知府审案时 知府不容武松分收 君汉不容武松分收 给武松的是一步一棒的毒打 张都监不容武松分收 给武松的是一口一声的咒骂 知府不容武松分收 给武松的是雨点一般的劈头竹片 为什么不容分收 因为无需分收 因为你要说的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还要你说吗 大家要你说的是 大家要你说的 为什么对你又是打又是骂 就是教导你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让你说出大家要你说的 那么武松会明白这一点吗 武松情之不是话头 只得取招 说本月十五日 一时建本关崖内许多饮酒其名 因而起义 之夜成事窃取入籍 这就对了 这才是大家要你说的 这样说大家才爱听 什么叫情之不是话头呢 就是武松终于明白了 当初一百沙威棒物资不怕 今天却一打几招 不是今日武松 不是往日武松 而是往日武松 不知自己只是个武松 不是同交铁柱之身也 并且一百沙威棒 目的不过是沙威 而不是要命 而且规定的明明白白 就一百磅 而今天是没有定数的 一直打到你明白为止 你不明白也可以 那就一直打到你死为止 你是选择明白 还是选择死 武松还算聪明 武松选择了明白 知府道 这次正是建材起义 不必说了 且许加莱定了奸侠 还是不必说 从头至尾 这件案子都不必说 老子将过长家 把武松夹了 压下死囚牢里监禁了 杀了两个人 倒不会死 也不必关进死囚牢 被诬陷偷了一二百两银子的赃物 反倒被关进了死囚牢 这世界太幽默 金圣探在这句狭批道 何至死囚牢里 糊涂可笑 筋骨一折 这倒是金圣探自己糊涂了 老子实际上一点也不糊涂 他看得很明白 知府就是要让武松死 老子狱卒把武松压在大牢里 将他一双脚一双手都昼夜锁着 哪里容他些松宽 张都监和知府都是实才的 他们知道武松是个大虫 是个立拔山西气概式的英雄 只是他们爱才的方式有些特别 他们将武松的一双脚一双手都昼夜锁着 他们给武松的待遇就是 长家慕愁日夜不节 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 表达对武松这样的人才的重视 他们不会给武松一线生机 但是一线生机还是有的 施恩现在该是他知恩图报的时候了